Hello 各位好心灯门诊中心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诗伟 在我旁边的是我们复健科的郭振亚医师 大家好 我是郭振亚 今天我们要来解决大家的疑难杂症了 你有没有发现你一整天 至少有八个小时的时间都在上班 那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的好朋友就是这台电脑了 但是你知道打电脑的时候 你是正确的坐姿还是错误的坐姿呢 错误的坐姿可能会让你腰酸背痛哦 我来示范一下大家最常见的错误坐姿 首先呢我在办公室我习惯把椅子调到最低 然后呢我在打字的时候就会习惯说着脖子 然后还拼命的往前 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打字一直打字一直打字 但是这样子一整天下来其实非常非常的疲累 而且你有留意到吗 我的整个小腹都积在这里 难怪我是有钱的小富婆 我们要请到郭振亚医师来告诉大家 正确的坐姿要怎么做 好谢谢 嗯 首先呢我们如果要有正确的坐姿 我们就是要有好的椅子跟好的桌子 来调整一下适合您自己的身体 那对我来说这个椅子就稍微矮了一点点 那所以我们要做这样子 那有一个九十九十九十的定律 就是你的身体跟大腿要呈九十度 然后呢大腿小腿也要是九十度 小腿跟脚板也要呈九十度 这样子你才会做得非常的好 那至于你的椅子的高度要多高呢 就是你的手肘也要呈九十度夹在身体的旁边 然后刚好放上去 就是你要打电脑的地方 那如果通常大家的桌子都太高 然后往前变这样子的时候 这边的肌肉都会一直收缩 所以你就会很不舒服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 要记得哦 手肘贴身体九十度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高度 那如果我们一直把椅子调高了 那脚就踩不到地了 所以我们最好的朋友 就是这个小小的凳子 如果你的身高稍微矮一点 然后你的桌子实在是太高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改正 然后再来是做这样子很累啊 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做八个小时 所以呢你看看哦 因为我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可是后面就是一个洞洞 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一个枕头 把它塞进去 那这有一个小PEBO 你看塞进去超好的 就这样 有一个小PEBO 就是你不要把它 把枕头放着 然后就一屁股坐上去 这样其实没有效益 你就会变成骨盆后勤 每一次你都要重新调你的枕头 先把屁股坐到底 然后这个洞洞再把枕头塞进去 这样子 它就会在一个适合的高度 让你坐得很安稳 而且这样就是最好的坐姿 另外呢 大家都非常喜欢翘二郎腿 你认识的人每个人都翘二郎腿 但是翘二郎腿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如果时间不要太长 你每15分钟可以换一次脚 其实是还可以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是翘同一边 然后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样子就有可能会害你的骨盆歪斜啊 还是有一点点脊椎侧弯 这样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的想法是 就是如果你的坐姿很好的时候 你根本翘不起来 你看哦 如果啊我们没有这个枕头 然后我们变成一个骨盆后勤的姿势 这样子 然后你就很想翘 因为它就是很适合翘 但是呢如果你坐好 然后有点那种翘屁股的感觉 这样子翘屁股的时候 你要翘的其实根本拉不起来 就翘不上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好的坐姿 就是直接主动就是让它无法发生 这样子就OK了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 如何在办公室有正确的坐姿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